嗨 大家好 我是终于是吴明珠 终于是吴明珠上节目 大谈自己的过往经历 回小时候是如何跟着长辈上山采药 但节目片段却被有心人士 拿来移花接木 变成生法造的推销 被一堆回来以后 它上面都是有草啦 泥土啦 但是仔细看看原本的画面 下方标题 口白 全被篡改成中药增法造 在网路上推荐贩售 强调十天生法一万根 一块肥皂就要价一千元 有民众误以为 真的是吴明珠的产品 下定购买才发现售骗上当 上节目的影片被冒用 吴医师真的很生气 怎么会有人到处打着他的名号 四处招摇撞骗 还不止买一种产品 变成议题了 然后这棍子直接变成肚脐贴 像这样的冒用案件 专门利用脸书诈骗 导用名人影像 篡改新闻节目的标题 在网路贩售假产品 民众想退货 对方还不理 求助无门 只好找上吴医师 诊所电话接不完 吴明珠医师 只能不断的在脸书澄清 一天可能回上50封讯息 30通电话 只是这些做法 都只是后续的补救措施 吴医师决定主动出击 要提告 但网路世界 要抓躲在荧幕后面的 不肖业者也不容易 只能先要消费者 睁大眼睛看清楚 别再受骗上当 记者阿公亚曼旅警 台北报道